唐花 给我拿个苹果 好 我去开门 你好 这是什么意思啊 干嘛啊这是 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要安装定位审位 还有 这里的手势都安装了定位仪器 我需要你随身携带 因为我要随时知道你的项目 什么 你也太夸张了吧 我这里就是一个公寓 给你搞得像雷零器一样 你在我家干嘛呀 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别墅可以不回去 但是这里的安保系数 必须要收集 怎么还上去呢 好吧 随你变吧 等等 现在聪明在我身边 我可以保护他 赶紧把你这乱七八的东西 给我弄走 再说 就那些人过来 能抵得过我的唐佳全吗 我没有不相信你的全法 我只是不相信你的智商 别别 您的快递 曹苗 你看他 他讲的是实话 什么事 你听到哪里 我只是看来 你听到你 那天 你 是实话 你 阪 我 我 你 你们 你 我说过你会有危险的 怎么也不注意一下 孙明 你还是跟我回别墅住的 我不去 我交给韩艺的房租还没当不行 那如果我答应你 代替宋小小拍摄钻石侠的宣传照 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跟我回别墅住 你会答应吗 成交 我说孙明 你真的要搬回池墨那儿去住啊 你走了 这满屋的黑科技怎么办 等池墨找到真凶了 我们就把这些全部都卖了 换到烧烤吃 哎 聪明 我是真不放心你 要不跟你一起搬过去吧 我可以给你当天然保镖啊 哎 别 你不知道池墨那个人有多龟猫 处女座画风霸道种态 以前我坐他车的时候 他要把整个车全部消毒一遍 你要住他那里去的话 你让他看到你那脚丫子 在那地产上踩了踩去的 他会被你气死 那我可以在他们家附近 在买一栋别墅住啊 他那个地方吧 风水不太好 你知道我以前在他那里 被保驾过两次 所以我劝你还是别去了 万一 万一 万一八字给你不喝 诸事不理 诸事不理 走吧 我先走了 不过来 人家就回来 走了 拜拜 哎 哎 聪明 这聪明就是太没戒心了 不是所有的人 都像我一样善良好吧 我说呀 这架出去的闺女 就像泼出去的水 我估计聪明那个二百五 早晚会被池墨拿下